你看這個雞腿肉 越油越亮的 然後加上那個雞油的醬油膏 它的雞肉飯上面都會淋這個雞油的醬油膏 這個沾什麼都好吃 餃飯餃麵什麼都很好吃的 一定要拿來沾那個辣椒醬 那個辣油加上那個蔥油的那個白切雞 這一次因為防疫比較少出去吃 所以我就挑選了台北三間 非常好吃的土雞便當來做介紹給大家 其中一間是在這個南雞長夜市 非常有名的這個山內雞肉便當 再來是以蔥油雞和土雞柳 滷肉便當聞名的這個 谷谷谷土雞料理 他鹹香的滷肉飯配上筍絲 滋味超棒 再來他家的雞肉 不管你蔥油醬或者是蘸辣椒醬 都非常的夠味好吃 接著是受到許多這個上班族推崇的 健康土雞便當十一雞 他家的貴妃醉雞便當清爽不油膩 再來蔥油雞腿便當也是一絕 所以我們走囉 屁屁你到後面一點好不好 哈囉大家好我是德瑞克 今天又來到我們這個有沒有 防疫在家吃第三集了 真的想不到可以拍到第三集 這一次我在家裡面我就很想要吃那一種 土雞的料理 那我就上網去找了一下台北這邊附近 有哪一些土雞料理的便當是好吃的 所以我就挑了三間人氣算式感 跟評論都是最好的三間土雞料理 那這三間土雞料理我在網路上有看過他們 真正的土雞跟肉雞其實吃起來的口味是差很多的 因為土雞他真的肉是Q彈有勁的那一種 欸欸欸你不能吃喔 好啦那我第一間的話我選擇介紹的是這一個 這個是在台北市中正區和平西路一段28號的這個 谷谷谷 他的名字真的叫谷谷谷我字面打在下面 那我在網路上看他最有名的是他的油蔥雞 那但是我這次點的是另外一個便當 我點的是一個他的這個雞肉飯 他的那個白金雞肉飯 然後加上看感覺上面像是滷肉加雞肉以後 他還加了這個炸的這個嫩雞流 那我想要說哇我想吃肉我就吃這個 欸你擋到人家 然後我再點了一個他的這個 點了他這個桃椒燉雞 你看他的包裝很漂亮耶 就是幫你保溫然後弄紙的 然後上面有兩個洞 桃椒燉雞來補充一些膠原蛋白 好啦我剛才這樣子打開來啊 啊浪金菜 結果我發現半隻雞真的有點多啊 看應該吃不完 然後這個這個雞肉飯看起來真的是很讚 那這一個就是這個三片雞流 然後加滷肉的這個白金雞滷肉飯雞流便當 這樣子才90塊 我覺得算是蠻划算的 他的這個真的是很大塊 先來吃吃看他的雞流 然後我剛才他讓他的雞流來沾那個辣椒醬 哇那看起來真的是看起來超好吃的 哇他的雞流感覺有淡淡淡淹過 然後他外面裹的那一層有點類似 辛香料咖哩的味道 好吃耶 因為他雞流很有口感 所以咬下去是Q彈紮實 不是那種一般的那種很乾的那一種 這一個買對的 幸好我是挑這一個 這好好吃喔 還不錯 然後再來的話我看他裡面還有滷蛋 然後筍絲 還有這個滷肉 他滷肉飯的滷肉 是這一種真的這樣一整塊大滷肉 嗯蠻軟嫩的 來配這個筍絲的這個筍絲飯 梅乾筍絲配飯 還有滷肉 無敵啊 然後我來喝喝看他這個桃椒 他叫什麼桃椒燉雞 120 裡面的雞肉也是超多的 而且都是這種黏皮的土雞肉 先喝喝看他的湯好了 他的湯跟我想像不一樣 他的湯是屬於很清的那種清雞湯 可是他熬到那個湯有一點 已經有一點變色了 就是代表那個雞肉的那個 營養都有煮進去 有點乳化了 配這個剛好 因為雞肉飯跟蔥油雞味道比較重 這剛好是可以解膩的 土雞肉真的就是那種 又Q又脆 跟爸給他真的差很多 來吃吃看 我看網路上Google都說 他的家的蔥油雞是招牌 而且我看他的蔥油雞啊 你注意看喔 他其實都有一點 皮啊 就有點泛黃 所以我覺得他的蔥油雞 其實有點偏向是那種海南雞的做法 喔他的油蔥醬很好吃 然後 雞肉我剛才吃到這一塊是雞腿的肉 又軟又紮實 而且他的那個真的是很像海南雞那種 海南雞的那個油脂啊 跟白切雞就差很多 他那個皮跟油脂吃起來是不膩 而且是香的雞油 又油又香好好吃喔 這一個好吃耶 這個我會推給大家喔 這一間第一間給過喔 然後把這個 雞皮加著雞油 混在上面這樣子給吃 哇第一間這一間我給過 很棒 推薦給大家 這一間的話我是叫 那個Uber送過來 然後 如果你們家不是在附近 你也可以去他的官網看 他官網也有 送貨 或者是說你直接到店裡面去做外帶都可以 這家不錯 這家如果五顆星我可以給到4.5顆 讚 這間的話我想說那我就找山那個南雞場那邊的很有名的那個土雞的便當 南肉雞肉飯 那我們起來下一步走囉 好啦我們現在到了晚上 那晚上晚餐的話我叫的是這一個 我自己之前有在住在萬華 萬華當地南雞場夜市非常非常有名的山內雞肉 山內雞肉真的是超級好吃 他會配了一個雞湯清湯裡面放那個筍絲 然後我很喜歡買他的這個 這個高麗菜 他的燙青菜高麗菜 很好吃 那個高麗菜之甜 加上那個雞汁跟那個醬油 喔 這真的讚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招牌這個 雞肉飯 喔好久沒有吃到這個了 現在好懷念喔 他的雞肉飯上面都會淋這個雞油的醬油膏 淋在上面 我通常都會叫老闆幫我加多一點 結果後來我這一次去的時候 因為他們現在都在做那個 外送會比較多 老闆有在賣這個 直接整瓶的這個辣椒 雞油辣椒醬 我告訴你這個沾什麼都好吃 雞飯雞麵什麼都很好吃的 你看看你看看這個雞腿肉 又油又亮的 然後加上那個雞油的醬油膏 雞腿肉通常以前去買要看那個運氣 因為有時候雞腿肉很快就賣完了 然後他本身如果是單純的雞肉也是好吃 但是我喜歡吃雞腿肉 又Q又嫩 而且他是土雞肉 所以他的肉質更Q更紮實 不會太軟 然後配那個醬油膏真的好好吃喔 你看這個米飯上面全部都是雞油醬油 哇 哇 西白好吃啦 超好吃 配上這個竹筍 我就喜歡配這個竹筍吃 然後這家的話 我現在看他做外送的話 我是叫Uber 他Uber Foo Panda或者是Cutway都有 都可以在網去叫 然後他現場也可以直接做外帶 那現場的做的那個防疫措施也做得不錯 真的很好吃 你真的要敲心我 不會讓你覺得有油膩 我覺得他的那個醬油也是發揮很大的作用 然後再來的話 他的這個下水湯 對了忘了跟大家講 這一個雞腿便當的話是一百塊 一百塊裡面他就是有這個筍絲 有蛋 然後有飯 然後有這個整隻的土雞腿肉 我覺得超級划算 而且他會附一個湯給你 那我自己下水湯跟高麗菜是自己額外教的 真的是便宜又滑吃 台北很少能看到這麼便宜好吃的 純土雞肉的便當 然後這個湯 滿滿都是這樣 好吃對不對 沒有 好啦 我要繼續吃了 那今天第二間的這個 山內雞肉 就介紹給大家 好啦那我們就繼續吃了 那我們就期待下一家第三家 我們明天應該是明天中午 明天中午我們第三家來開始 那我現在我這一次找的這一間是 這一間叫做十一基的這個國產土雞便當 欸你擋到了 我訂的是這個大安區這邊 因為離我家比較近 那我看他蠻多的店 他是說大安雙聯名聲跟板橋都有 那我資訊欄我會放在影片底下 那他有做這個 我覺得他很方便 他是弄這個LINE 可以直接做點餐 所以我覺得這個超方便 他上面可以看價格 什麼的 那我這一次我點的這一個是 我看網路上最多人是推他的這個 貴妃醉雞便當 然後還有他的蔥油雞 又是蔥油雞 土雞一定要配蔥油雞 這個有一個比較健康的 就是紅椒的這個雞肉沙沙 我想要點來給大家看 那我們現在來猜吃一下看喔 然後這一次又準備了這個 好吃的辣椒醬跟蔥油 這辣椒醬如果有網友想知道的話 這個辣椒醬真的是蠻好吃的 這個辣椒醬的話 我覺得很適合配水餃跟這個雞肉都有 他我是在這什麼 泰日常嚴選定的 那你們也可以去他們觀看 看一下這一個是沙拉 然後我們的蔥油雞 跟這個哇 貴妃土雞啊 土雞醉雞的這個 哇這看起來很棒啊 我覺得他的貴妃醉雞啊 看起來超好吃的 哇 濃濃的那個酒味 他弄的都是這種梨麥的飯 感覺是那種好吃又健康的感覺 這樣子一個set 然後有這個 花椰菜嘛 紅蘿蔔 豆干 然後底下還有鋪高麗菜 跟這個玉米 然後番茄 還有這個紅喜菇 然後還有糖心蛋 紅棗 跟這個貴妃雞 這樣子125塊 我覺得算還OK 蠻平價的 吃吃看他這個貴妃雞腿 好吃 因為他的土雞雞腿肉 本身肉質就不用講 就是紮實又Q彈 然後他的酒味不會太重 很香 但是酒味不會太重 他的這個米麥飯 不得不說 他這一間的米飯是 我目前吃過雞肉飯 算是真的是算是數一數二的 他的米飯是很Q 然後他有點偏向糯米的口感 然後配上底下那個 有沒有那個 雞汁加上那個 酒的那個醬汁 哇 這個可以巴很多飯 而且主要是吃起來 不會有感覺很油膩 嗯 這個豆干好好吃喔 豆干是滷的那種 八角味 那個五香跟八角的味道 好重 有一點中藥的回甘 難怪我跟他評價還蠻高的 他的飯真的 他白飯真的好好吃喔 再來是這個 他的蔥油雞 然後這個蔥油雞 底下也是淋了雞汁的這個 李麥飯 他的飯真的 很好吃 而且 多的蔥油更好吃 很甜 一定要拿來沾那個辣椒醬 那個辣油加上那個 蔥油的那個白茄雞 嗯 哇加辣更 那個味道就是本來已經去90分 啪一下又變98 還是大概一樣啦 我每次都會跟大家呼籲就是 現在很多店家雖然開始開放內用 但是 其實客流量跟以前還是差很多 那店家如果有做好防護的情形像 你們可以去店家享用 好好的支持他們撐過這一波 然後這個的話是 因為最近你看你也知道 德瑞克從兩年前開始拍片以後 越來越胖越來越胖 你去看我兩年前出國的影片就知道 胖了20公斤 所以最近開始要養生 然後我看到他們家也有賣這種 滿滿一盆的這個沙拉 這個真的是超划算的 他沙拉醬子一盆 然後 裡面也有很多這種 土雞胸肉 然後土雞胸肉看起來是有醃過的 然後還有很多 的菜啊 然後 那個番茄什麼的 南瓜地瓜都有 這樣子也才150 我覺得以 台北的物價來講的話 他的東西算是滿實惠的 而且主要是都很新鮮 因為我以前最怕就是 點的那種生菜沙拉那種 臭臭 那種臭菜腥味 他的是沒有的 你去看他的這個雞肉 嗯 哇 他雞肉很厲害 他亮剛才不知道看到 看會出 他雞胸的外面還有一層像肉凍 肉凍的這個 像果凍一樣的東西 把它包住 然後讓他不會那麼乾 還不錯 然後他有附一個醬 我剛才有淋上去 好啦 那今天這一次我們開箱這個 台北的三大好吃的 土雞的便當的外賣 我就開箱到這邊了 不知道你們覺得哪一間是好吃的 或者是你自己心裡也有好吃的 你也可以留言跟我講 那我自己心中的 評比的話 三間都很好吃 第一間谷谷谷 他的這個雞柳 我超愛 他的雞柳跟他的這個 蔥油白斜雞啊 我很像那種南昌 那種海南雞的做法 這兩個我都很喜歡 然後第二間的話是三類雞肉 三類雞肉的話 我很喜歡他的這個 他的那個特殊的辣椒醬油膏 配上他的這個雞腿肉 他雞腿肉也是很 那種土雞很紮實 然後再淋上那個飯 跟配上那個筍絲 這個也是很棒 第三間這一個 十一雞 十一雞的部分的話 這一間的話 會是算是我平常上班的吃肉 我會想要嫁來吃 因為你平常在上班 你不想吃太油膩 但是你又想要吃肉 又要吃好吃的 他這一家做的比較偏上是 清爽不油 而且他的白飯 梨麥飯非常的好吃 那我很建議大家 女生 也可以推這個 這個醉雞 貴妃醉雞 因為他是淡淡的酒味 不會太濃 然後你吃了 你也不會全身都是酒味 然後 雞腿肉好吃 但是又不油膩 那配上他的那個 梨麥飯跟那些青菜 對身體質疑 負擔會很低 那男生的話 你可以點那個甘蔗雞 那這三間的購買平台 大部分都是有 Uber Ubenda都有 那他們的購買平台 有的話我等一下會收集一下資料 我會放在影片底下 那給大家去做 參考 如果你有喜歡我這系列的 這個防疫的影片 防疫在家吃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 訂閱分享 那如果你自己心中也有其他的 土雞店 也覺得不錯的 你也可以留言在底下 跟我們大家一起分享 如果你有什麼想要問我的 也可以直接私訊我 或者是留言跟我講 好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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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天 你好 掰掰 你 好 分享 你好 有